《张子强枪毙》 最后两次打劫机场运钞车,以及绑架香港顶级富豪,共计路获超20亿,轰动一时。 1998年,张子强在大陆非法偷运军火被捕,随后经过数月的漫长审理和取证,于12月5日被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。 随着张子强及其大富豪犯罪团伙的覆灭,越港地区迎来了久违的平静。 不过,张子强家里却是另一番情形,他老婆罗艳芳在伤心欲绝之后,开始慢慢走出阴霾,以超低价格变卖了当初4150万港元购入的九龙伦八道的好宅。 带着小孩和婆婆搬进了和文庭的别墅。 34岁的罗艳芳正值女人最好的年华,自己每天就是接送两个年幼的孩子上下学,穿着粉白色连衣裙活脱脱的像个纯情少女。 在一家知名的秦航学习秦义,他正打算在香港重启自己的新生活,忘却丧肤之痛。 几个月后,他的这种平静的生活被一阵阵枪声打破了。 早在案发的几天前,四名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男子,经常在和文庭他豪宅附近转悠。 当时,罗艳芳并没有太在意,以为只是在附近打破了几个苦惑呆而已。 几天后,这四名年轻人再次来到和文庭街,往罗艳芳的住宅走去。 不料被几名从岔路摆出来的巡警撞剑,巡警见这四个人神色慌张,于是立马起了疑心。 领头的巡警要求查他们的身份证,那四人立马从口袋拔出手枪朝着巡警打射,警员迅速突倒拔枪回击。 那几名匪徒显然并不是像叶祭坊那般身手那得的汉匪,只知道拿枪一碰乱射。 一阵火搏后,巡警打伤其中的三名迫使另一名缴械投降,悉复将他们逮捕。 后来经审讯,这四个蛊惑在得知张子强被枪毙后,罗艳芳手握巨额财富且孤身一人,于是打起了他的主意。 他们在罗艳芳住宅附近财典,欲绑架罗艳芳的儿子,向他勒索数千万赎金。 卓艳芳得知此消息后,惊恶不已,他迅速将在香港的地产,以及自己在何文田的住宅变卖,套走了数亿赎金。 带着一家老小移民到了泰国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带着一家老小移民到了泰国,返回搜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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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